你怎么不等我呀 不是 你过来干啥呀 我不说了我有事吗 你生气了 没有 那你是不喜欢我男闺蜜吗 没有啊 现在这事多正常啊 对吧 真的 你俩是不是经常聊天啊 没事说说心里话啥的 有时候吧 他很关心你 对啊 我不开心的时候 他也会哄我 那应该也挺照顾你吧 如果你有什么事 他肯定着急 会帮你想办法 有过 但你别误会 我们俩真的只是好朋友 其实我能看出来他喜欢你 那不可能 你是怎么判断的呢 还是他跟你表白你拒绝过 你怎么知道 不过我们俩以前就说好玩 他也想清楚了 做朋友挺好的 你觉得他想清楚了 对啊 他对一个女孩好 纯粹是朋友 他对一个女孩好 纯粹是帮忙 他对一个女孩好 纯粹没想法 那你觉得如果他有女朋友 这算不算出轨啊 没事 我也有一个女闺蜜 我俩经常聊天 没事还一起出去玩 他要有什么事 我也肯定帮他 你觉得可以吗 不行 那为啥呢 还是有啥特别的原因吗 还是你觉得双标的感情 能长治久安呢 当然 每个人看待问题呢 不一样 我不会干涉你交朋友 毕竟咱俩 你把他伤了 以后都不会再联系了 为啥呀 因为他让你不开心了呀 我不想让你不开心 等不着天黑 烟花不为太完美